古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又是讲古邦的时间,这个标题应该很多人都想要听的了 在香港日地,很多人都喜欢这种运动的 就是Soccer,用英式英文就是Football 但基本上除了在英国和香港议论Football之外 世界其他地方都会讲Soccer 但不要紧要,总之我们讲的是英式 但是这样,Fever用语是没有Soccer? 就是Football而已 Fever,我知道 Fever是什么呢? Fever是什么呢? Fever是国际机构 是的,但Fever本身是国际机构 所以他们应该是用Football Soccer,我现在没什么听过 现在真的很好笑 我很好笑听人们讲Soccer 是的,就算你现在是英超 英超就叫Football 英超就叫Football,英超就叫Football 英超就叫Football,英超就叫英国 英国,是的 但其他国家,就算其他国家都不会讲Soccer 就像美国人都会讲Soccer 因为他要分... 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 是的,他做MLS Major Leaf Soccer 不是NFL吗? NFL是打Cocky的MFL Cocky吗? 是的 MLS Major Leaf Soccer 是的 Major Leaf Baseball Baseball就是棚球 刚才你讲的另外一件事 不是,NFL是美式足球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是的,美式足球 是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但是有一个叫MSL MLS 就是美国的大联盟足球 嗯 它就要这样分 是的 所以是有点不同的 是的 是的 那么足球 从何说起呢 近期就打了一个加杯 刚刚就打完美洲的加杯 我相信这次出街的时候 拿了一个加杯冠军 都知道是哪一个 是的,那我们都 亦都争争争争争争争 就是英国 就是一个星期我两次断勾 但是二次断勾 就是欧洲国家 不然断了勾 是的 但是英国足球 是一个很特别的课题 是的 英国足球的影响 我们都解释不了 是的 其实很多人尝试解释 其实都解释错了 是的 是一个现象 即是你利用那些所谓的证据 去解释那个现象 是不准确的 是的 是的 就是那个问题 是的 现在的足球 其实真的不像以前的足球 嗯 以前的足球 我们小时候看 就是很小 看的足球 是每个足球 是各个地方不同的特色 嗯 即是怎么说呢 很简单 德国踢球 嗯 就好像那些机械化踢法 那些默契好到云 是 就等于好像一个机器 整个整个 formation 是 就是整个踢法的机器 是 是 荷兰那些全能足球 嗯 全能足球 其实现在 它的足球理念 有点像现在的 任何球员都是进攻防守 是 是的 即是现在的足球也是这样的 嗯 其实它是近似现在的足球 是的 是的 但当然它的实上实摩 更加是实底 嗯 荷兰的足球 是 高老夫的足球 所以它是全能足球 嗯 全能足球 就是我防守就可以 我真弓就可以 我防戒兵 是的 它不会理哪些是防守 哪些是准弓球 是 全部什么都可以 是的 做一种就是英式的高挑大棍踢法 直接 简单 嗯 是的 撼到你 是 是的 另外一些 叫做法国的香檳足球 哈哈 为什么这样呢 什么啊 为什么这样呢 有水人射地的攻势 哦 暴恐不入 它的传送是以华丽为主 OK 真的好法兰西 好法兰西 即是 每个球员 即是一上脚 就可以传到靓波 致命的靓波 是的 是的 即是它们要这样的 是的 即是它们的足球是要这样的 是的 但是那些不是短泉滲透的 那些 因为南美的短泉滲透 是有个人技术的 是 用个人技巧 短泉滲透 用创意来施化防线 嗯 但是法国就不是 法国就要在地面 在地面的组织上面 就好像在画一幅画 是的 你看到它真的好像在画一幅画 嗯 那意大利不用说 是 防守 硬正的防守 是 甚至它无孔不入的防守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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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足球的概念 就是 小时候看足球的概念 小时候看足球都说了 那些国家的 是的 是的 其实因为它太有特色 其他国家是制造了一些特色的足球 所以 平时有两个名像 所以 它们永远都不能出位 嗯 之后 永远都不能出位 是 之后 之后 到现在的足球 现在的足球 很多 其他组织 你问我很大的分别 是没有很大的分别 是的 只有西班牙 西班牙都很特殊 西班牙都很特殊 西班牙都短传滲入 加上一些快速的组织 是 那种有个名字 不过是 T 他们的西班牙画的名字 是的 那种的足球 那种的足球 是常常在你脚边传播的 嗯 短长短长短短 是 好像踢节奏 嗯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长 什么时候短 Flammango 是的 是的 它可以快 它突然间慢慢慢慢慢慢 突然间快 是 快 接着呢 接着呢 又快两下 是 它就拿命的了 是啊 它这种足球呢 其实在这个球 在这个巴塞 在这里踢得 其实是粉巴塞的东西 OK 是的 其实西班牙会一直是没有一个摸索不到一个 就算它这么多强队 嗯 就是所谓王马 巴塞 以前的国家也是没有摸索不到这样的踢法 是的 是的 是踢那些呢 真的像 怎么说呢 是真的叫做盲目地进攻 嗯 是的 反而巴塞出现了之后 就这十几二十年都有这种踢法 但是这种踢法现在又开始有点落后了 如果不然呢 昨天就是西班牙会出局的 是的 现在是哪种踢法最先进呢 没有一种踢法最先进 OK 没有一种踢法最先进 那么恐怖 现在其实对对踢出来的东西是差不多 嗯 只是到场发挥是怎样的 嗯 是的 高低也都说真的 强队和弱队的实力 嗯 拉得接近 是 英格人输 是 就是输在冰岛 其实不是英格人 英格人实力一定的冰岛要肯定 是 但是英格人踢不到那个form 冰岛踢到 嗯 冰岛球员技术一定全部在英格人球员之下 嗯 但是冰岛踢到那个form 是 他可以利用一些硬正的防守 嗯 嗯 对的站位 是 来对付你 嗯 意大利昨晚意大利对付西班牙也如此 是 我没见过西班牙踢球呢 踢到呢 那些球全都断了 嗯 是一刻被意大利断的 嗯 是啊 他破坏了你那种长长短 你连他的节奏不能起来 嗯 很简单 你刚才踢Firmingo 你叫Firmingo 你连个beat都没了 是 怎么踢啊 嗯 他就呢 意大利最后弄到你连个beat都没了 OK 是啊 没有beat 那怎么踢呢 哎 虽然 是啊 是的 意大利就很简单 意大利其实的想法就是呢 他知道你西班牙防守不是那么稳 嗯 这些很简单 两边个人突破 是 传进你中间 跟你坎Q 嗯 跟你坎Q 或者后面呢 或者一个没有一个长寸 放鬼脱离 嗯 其实这样而已 意大利的进攻没有很单 其实你可以说的程度上很单调 但很实际 是 他的防守的心思就大了 嗯 完全踢不起节奏 是 很奇怪的 昨晚那场球 我没见过西班牙 西班牙输 那场球输 是 他不会听到这样的 是 即是告诉你西班牙的东西 已经被人看通了 OK 即是那套踢法已经被人看通了 被人拆了 被人拆了 是的 这个世界是看拆的 嗯 很简单 为何四年前 那场决赛 嗯 西班牙赢意大利是4比0 嗯 其实就是当时意大利拆不到那套踢法 现在拆到你的踢法 就变回了结果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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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些就是 现在的现代足球 其实就是 呃 其实 与其很多强队 其实自己想 他们因为 经济利益的因素关系 是 卖球衣钱 赞助等等 就买一些所谓很强的攻击球员 是 其实一对球鱼的成绩 是 应该是从龙门和防守做起的 是的 是的 很简单 但是这些是找不到快钱 这些是找不到快钱 这些是找不到快钱 攻击球员是找到快钱的 是的 是的 还有你拿世界足球先生 有多少个防守球员 嗯 你不会欣赏防守球员 怎样防守好 你不会欣赏防守球员 只欣赏防守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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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其实现在要拿成绩是要这样的 嗯 是看得很不好看的 事实 嗯 很现实讲好不好看 没有什么类巴塞 巴塞 为什麽在西班牙可以去呼风唤雨 或者欧洲可以去呼风唤雨 嗯 因为他把世界上最好的攻击球员 放在一起 是的 而且每个人都害怕了 尤其是西班牙自己 各地的对手 一见到巴塞 已经害怕 已经退避三射 还有西班牙自己 本身的球员 防守的概念 不太好 嗯 变成巴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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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班牙就行 是 就算欧洲来说 欧洲也很成功 因为他们始终有很硬正的防守 嗯 是的 其实最大功能是他中后场 美斯当然好球 美斯是接近球王级球员 但是 当然他最后做 其实他未是一个球王级球员 嗯 因为他未拿过大赛冠军 嗯 这个 到今天 到两天前他都拿不到大赛冠军 嗯 是的 因为他国家级的大赛冠军 没拿过 三次入冠冠军 三次输了 是的 是的 这个 这个 还有现在所谓 很多所谓 尤其是打世界杯 当然 赢冠军都是传统的竞女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传统竞女冰完足 他好的球员多 他这个不行 可以拿第二个 嗯 他冰完多 他主要就是 分别不是说 哪个踢法好些 哪个踢法不好些 哪个好球些 哪个不好球些 其实是因为他冰完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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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其实呢 现在很多二军特起的球队 好像昨晚冰島那样 嗯 他呢 如果你要他换了第二批人 踢这一场球 踢一场球的话 可能他赢 可能他赢 完全是第二类球 那个大赛 其实他踢出来 老实说 跟其他强队 你说分别很大 不是 波兰如此 近期见到欧洲的一半 叫波兰也是如此 是的 波兰现在最好的球员 拿出来 即是又是什么 从足球都看到全球 是的 跟你这些强队的踢法 没什么分别 嗯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他最后都不会 拿冠军这些球队 其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那个 后备兵源 不足 是的 那他们后备兵源不足呢 国家 国家队的选择不多 喂 一个这么长 一个大赛 一个国际大赛 现在 欧国杯 又或者是世界杯 喂 赢球队 球队 是要踢七场球的 而七场球 一个月内要踢完 嗯 有伤有胜 喂 有一个累的 是的 喂 那你就没有了 明白 强队的分别 强队的分别 强队总是拿冠军 而他们踢法 那最后 是否都是money作怪呢 其实最后就是 国家足球发展作怪 嗯 国家足球发展作怪 譬如你强队 最后他有一个选择 就是他可以 用后备 他跟正算差不多 嗯 你用后备和正算 就差得远 嗯 很简单 我刚才用波兰做例子 是 波兰我简单说 如果没有了利云杜夫斯基 踢前面 嗯嗯嗯 找了第二个踢前面 会有什么结局 他一队很平常 平常得不足 人再平常球队 是 但现在你进到一个八强 嗯 是因为有利云杜夫斯基 是 但利云杜夫斯基 喂大哥你踢成季 又要踢大赛 那你想想到最后 到最后 喂 他去到哪一场 如果他觉得累 踢不到水准的时候 嗯 你那时候就出局了 是啊 是啊 你冰島又是如此 嗯 冰島昨晚虽然赢了 嗯 但是他去到八强 如果他 他对法国 可能已经现形了 后劲不计 是后劲不计 因为你的人 本身人脚是不够 是啊 是啊 其实现在很多冷碗 杜夫斯基 他冷碗杜夫斯基 他冷碗杜夫斯基 就是 但是呢 但是呢 最后是拿不到冠冠 都是为传统强 嗯 其实一大错 都是见到这样的趋势 明白 是啊 也有些强队 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他进不了局 他头两场都进不了局 就这样被人踢走了 嗯 是啊 现在见到很多这样的情形 好像两年前 世界杯的西班牙 西班牙 和意大利 都是这样的情形 是啊 强队 这叫做 第一圈出局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他进不了局 嗯 他进局慢 对 所以结局就是这样 这是大赛的情况 是 现在大赛 大赛 大赛 各个呢 就常常吹枝药 我当然是德国 是啊 因为刚刚赢了 因为上届赢了世界杯 是啊 两年前赢了世界杯 是啊 但是德国呢 其实成功又很奇怪 喂 不巧啊 我们下一次先说 德国的成功 德国的成功 是的 環球思维 香港本位 中港台